爱你 上回我们说到吕姨娘的死给石姨娘带来不小的冲击 而且她又忽然得知此事也许与徐甫有关系 故顺利嫁入徐甫 不过原娘临终前说过 徐甫深不可测 石姨娘又要如何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 成功找到母亲遇害的真相呢 好了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锦心思域 第七至八集 大家好 这里是七七影视 原娘的离世 徐家后宅的女人都没有半分悲戏 这也太冷血了一个个 不是后宫圣寺后宫啊 还在那边争风吃醋 徐令仪对这个后宅十分失望 而徐太夫人却深忧着徐令仪 也不懂得去改变一下 这比后宫还乱 丹阳希望未来的石姨娘能够让徐令仪舒心 徐太夫人却不看好石姨娘 她认为联防之事是石姨娘和原娘合谋设计 你怕是有幻想症吧 真是了不得 石姨娘来到慈安寺找昔日的清明小和尚 可清明却跟着师父外出云游 看来就是不想让你知道真相了这事 石姨娘只好回去 自原娘去世后 徐令仪便又当爹又当娘照顾着原尊 不容易啊老哥 赶紧把石姨娶回家吧 一年后 原娘既日一过 便到石姨娘入徐府之日 她身穿大红嫁衣 也却无半点喜悦幸福之色 真的很漂亮 可惜你不笑一下 仿佛是逼迫结婚 五娘前来祝贺石姨娘 石姨娘忠心羡慕五娘跟五姐夫之间的琴瑟和鸣 希望某石姨以后不要打脸 毕竟丈夫挺帅 五娘离开后 罗夫人也来看望石姨娘 这一个个的 怎么都搞得和要分别一样 她告诫石姨娘要当好徐家主母 且希望石姨娘能谨记原娘遗言 石姨娘答应下来 她记得原娘的遗言 好好照顾真哥 只见徐令一身大红喜福 来到罗府迎娶石姨娘 锣鼓漫天 喜教所过之处 皆是一处祝贺声 大家都很开心 石姨娘盖着红盖头入徐府的门 二人礼帝定下这段姻缘 你两只好歹笑一笑 好像僵尸结婚 洞房花竹夜 石姨娘红盖头下满是紧张害怕 徐令一揭开石姨娘的红盖头 怎么我比你们两个都紧张的感觉呢 石姨娘大胆直视着徐令一的双眼 她的大胆在徐令一的意料之中 这就叫做风风火火石姨娘了 接着徐令一提起当初乔连房的事情 要求石姨娘恪守徐家家规 当日之事不得再发生第二次 这么尴尬 这可是洞房花竹夜呀 石姨娘见徐令一误以为自己也参与那件事情 她也没有过多解释 看吧看吧 一开始居然就产生误会 她只想卸掉妆发早些歇息 但却无法自行卸妆 这下可真的是尴尬到家了 居然没办法卸妆 徐令一上前帮石姨娘卸下簪子 二人同床共枕 徐令一想起原娘的一言 她想给石姨娘一个体面 好好带石姨娘 我们也愿意看看你们体面 可石姨娘没做好 成为徐令一女人的准备 好家伙 这一点都不体面了 她紧张慢分 借口肚子不舒服起来喝水 太逗了吧这个场面 直到看着徐令一入睡后 才重新回床上 徐令一知道对方心思 没有勉强石姨娘 只将被子一脚挪向了石姨娘 这男人也太贴心了吧 石姨娘入嫁徐家 徐太夫人知道 联房心里不好受 只安抚着联房 人家本来就不喜欢你 你自己硬要进来 联房表面温顺 但心底里认为 石姨娘一介数女 根本不配与她征徐令一 人家是妻 这位是妾 看来文化不高啊 觉得她争不过自己 这是普姓女的鼻祖对吗 此次国公府 二娘依旧心有不甘 这本该是她的洞房花竹叶 却成全石姨娘 还不是你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在那边作死 只见王玉醉熏熏的回到房间 她喝酒成性 就连二娘的陪嫁首饰 都要拿去当喝酒 好惨 这边真的是好惨 二娘气不过 说了王玉几句 王玉对二娘一番痛打 看来这位罗二娘 将来婚姻生活 都不是非常愉快啊 次日徐令一醒来 发现石姨娘的手 正放在她的手上 她本想挪开石姨娘的手 石姨娘却醒过来 哎呀 这个场面 我真的当即一母笑了 二人之间尴尬万分 她见徐令一要起床 连忙将床空位 让给徐令一 真的太好笑了 你俩绝配 徐令一要进宫 于是 琥珀与东青 伺候着石姨娘梳妆 今日是石姨娘 第一次请安 二人十分看重 别等会又出点什么事情吧 东青对琥珀 还有几分为难 石姨娘却知道 琥珀的不义 让东青不要再为难琥珀 日后她屋中之事 便有琥珀和东青一同打理 就是就是 和谐一点好吗 宫中这边 陈阁老听着众人的议论 徐令一却依旧坚持开海境 你这是要跟大家唱反调了 静远侯一行人不肯同意 魏国公认为开海境 的确有助于国泰平安 但此事姿势提大 理应秉明圣上在行并夺 向极乐菜市场买菜现场 各位能不能安静点 陈阁老也认为 魏国公说得有理 他将此事压下 让众人先将重心 放在茶睡之事上 石姨娘来到厅中 向徐太夫人请安 联防也正在厅上 陪着忠哥一同玩耍 徐太夫人并没有刻意刁难石姨娘 只赠一些首饰给她 定让她见见联防 还用剑吗 对方怕不是要吞掉石姨 联防见过石姨娘 徐太夫人让忠哥上前 喊石姨娘为母亲 忠哥因敌树枝 别不愿意喊石姨娘 不是吧 你这小孩搞啥呢 石姨娘哄起忠哥 让忠哥开口喊母亲 并送忠哥一个香囊 还是你会 看来你来这里 可以当幼师了 联防未给石姨娘 一个下马威 用糕点哄忠哥开心 在为忠哥擦手之时 挑衅得当着石姨娘的面 拿走忠哥手中的香囊 这女的八成有极度症 先是人家爹 现在小孩也要 石姨娘却只勾纯一笑 并未计较此事 就是就是 我们大度点 丹阳是圣上清风的县主 他因着之前联防之事 对石姨娘没有好印象 再加上石姨娘是庶女 所以不愿去见她 人家庶女怎么了 庶女不照样当女主 徐令宽不断劝导 这才让丹阳勉强来到大厅见见 也没人让你地区来见 可真是看不惯这样 丹阳刚怀有身孕 石姨娘为丹阳准备一件衣裳 丹阳却不领情 看得我真的来气啊 石姨娘刚入门 乔联防便让出掌家之权 一行人在大厅入座 恰逢一帝女偷日赐鼠锦被抓住 好家伙 一上来就是一个难题是吧 太夫人想知道 石姨娘会如何处置 接着石姨娘问清 帝女是有苦衷 于是她面在帝女的孝心 认为将帝女仗则二十 给予一个教训即可 就是 这还不够吗 仗则二十啊 可乔联防却坚持家规 哪怕帝女生生哭求 她也要将帝女发卖 你这女人是真的很独好吗 太夫人未得联防数威 听从联防之意 准备将帝女发卖 无语 你俩干脆自成一家 天天赖人 但丹阳跟徐令宽 一行人心有不忍 二夫人出言替帝女说话 这才减轻惩罚 看来还是有人出面说公平话的 胡相某人 胡假胡威 此事过后 太夫人下令徐家 由联防代位掌管中会 这是故意在扫石姨的面子吧 至于十一娘便等熟悉家规在行掌权 御次赎紧已寻回 丹阳向太夫人讨要集体做衣裳 只是她寻不到精美善念来配衣裳 好家伙 那肯定是问十一啊 难道查百度吗 恰好十一娘精通女工 她认为丹阳提供秀样 丹阳历经今日之事 对十一娘的孩子敢消散些许 没关系 来日方长慢慢感化 也愿意让十一娘一事 之后徐令一回府 她看到针歌陈练还在府中游玩 不由地斥责起针歌 这小孩确实欠管教 主要还是某莲花 接着她让针歌当场扎马步 不得落下半滴眼泪 没错 就是要教训 但是针歌还挺可爱的 派夫人心疼针歌 埋怨起徐令一的严厉 接起徐令一又时的调皮把戏 将针歌抱回房间 啊这 这就是尴尬了吧 宠孙子过头 这一边十一娘 让琥珀打听清楚徐府的情况 在听到府中三位姨娘都不受宠时 她不由得有些意外 有啥好意外 这里简直跟后宫一样 文 秦姨娘是跟着徐令一多年 当年徐令一身陷战乱 因后秦不利 战事艰难 是文家进献大提前梁柱 徐令一度过危机 这都是因利益结婚吗 难道收留所呢 文家趁机和徐家联姻 至于秦姨娘则是太夫人身边的弟女 弟女都能结婚 这就很随意了 是太夫人喜她温顺体贴 便派到徐令一身边伺候 更是做主将秦姨娘收为通房 二人不受宠就算了 联房也同样不受宠 这家伙绝对不能受宠 莲花呀简直 十姨娘对此感到意外 之后她想起大婚之夜徐令一的动作 认为徐令一也并非清心寡欲之人 那也只是对某位小十姨 可是不领情啊 徐府三位姨娘前来向十姨娘敬茶请安 十姨娘一身大红衣裳 让琥珀戴上檀木盒子 她为三位姨妈准备礼物 会做人 这个真的就很棒了 此时 秦姨娘第一个向十姨娘敬茶请安 联房第二个跪上前敬茶 我看这个人是最不情愿的 笑面虎 她话中有意地挑衅着十姨娘 十姨娘面带微笑 丝毫不俊于联房 好强大的气场 就快赶上八级台风 喝下联房的敬茶并赏赐 敬过茶后 三人迟迟不离开 联房早先便将秀样一事 告诉其他二位姨娘 让其他二人将压相比的秀品 拿出来送往十姨娘房中示威 你也真的是不嫌事大 嫌得把一个个没手机 十姨娘其实知道联房目的 但丝毫不生气 始终记得此次禁府的目的 就是别跟着群人生气 了解这些秀品 也是她查清真凶的其中一步 另一边令仪一心想要开海境 她分析起目前的局势 准备借胡大人之死来接触魏国公 好机智 家里后院乱成一锅中了都 只要有魏国的相助 他们便离开海境又进一大步 得了得了 进了进了 看看老婆们吧 商议完朝事后 徐令仪来到西块院 她让十姨娘为她更衣沐浴 不是吧 这么刺激吗 难道 可十姨娘压根不擅长更衣 再加上她有意远离徐令仪 笨拙的动作令徐令仪大为摇头 真的是尴尬 自己都没照顾好呢 决定自力更生 娶了十姨 你必须学会自力更生了 更衣完后 徐令仪要求十姨娘是水温 十姨娘明知水温过烫 不愿理会徐令仪 聪明的十姨可是知道 你想法的懂吗 接着她想让十姨娘自己沐浴 十姨娘只好让冬青去打凉水 给徐令仪 沐浴完后 十姨娘磨磨蹭蹭不愿意回床上睡 你俩要不要每次都这么尴尬呀 等到徐令仪睡着她才回床上 如今十姨娘嫁入徐府 但却又是不愿同房 又是不愿多说话 乔连房对于她的敌意更是大 这样一来 十姨还怎么在徐府找到谋杀 吕姨娘的真凶呢 好了 记得点赞转发关注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